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是魏魏 我是臉 我們今天要跟朋友去吃 也是我們之前吃過的食物 我們最近都在吃重複的食物 因為其實沒有什麼力氣去開發新食物 因為冬天真的太冷了 好那我們今天就來認真一點的介紹 這家店叫做包公 就是我們之前有 之前考研究所的時候有來吃過的 我前幾天才剛跟同學過來吃了一次 今天又再吃一次 真的是很愛吃的 今天回到了楊浦 就是五角場就是福大附近 所以待會還可以回學校去走一走 棒棒的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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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財物 我們現在在復旦的某一條校園的路裡面 然後提前看到貓他就想去撸貓了 貓不想淋你 你在幹嘛 你好猥褻喔 上低姿態是雕貓貓的第一步 撩貓教學 現在要去本部超市 叫本超 就是學生超市 裡面的東西真的超便宜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大家沙龍 看到嗎 這裡 一個Q版字體大家沙龍 它裡面就有賣一個很 就是學生自己開的咖啡廳 就有那種6塊錢的咖啡啊 8塊錢的什麼珍珠奶茶 可是要刷一卡通才可以用對不對 對我們今天我有帶一卡通 第一次來然後在 好像是在KTV吃到了神奇的樂士 然後就發現神奇的樂士 一個還比一個神奇 就是 這種就是最簡單的嘛 什麼經典 什麼番茄雞子 然後在下面 它是優格味的樂士 這個還蠻好吃的我記得 然後其實最熱賣最熱賣的是這個 黃瓜味樂士真的超好吃 我朋友之前不顧他的行李快爆了 而且也不顧這個 就是 被這麼 奏戰空間 就是買了三大包回去 因為這個真的超好吃 然後從本超出來 旁邊就是 燕園 就是它的燕是燕著燕 可是好像叫燕園 也可以叫燕園 然後這裡就是 又是一個可以思考人生的地方 我有一次呢 秋招的時候 快要去面試 我就坐在那個池子旁邊 思考了人生 思考要不要跳下去嗎 然後 就思考 魚開心嗎 我怎麼知道魚開不開心 如果魚開心的話 那我開心嗎 我不開心 因為我要去面試 白癡 聽起來真的是很忙 才會說出這種話呢 我現在看到這個就覺得 自己那時候也是 看起來蠻像要投江的人吧 現在從燕園走一走 然後就到了大門口 就是富南大門口 就是我們每年拍畢業照 拍什麼新生入學照 拍各種照的地方 說到這個 我都沒有拍到新生入學照耶 新生入學照會洗出來 然後 弄那個護背 然後下面有一行 什麼2017年 什麼研究生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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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什麼 還要壓上日期 那個東西超 所以沒有拍到那個 我沒有參加到開學典禮 聽說很深搭 開學典禮就是 蠻想睡的 而且逃不掉 不能不去是不是 就不得不去啊 不去會被點名啊 那我算是順利的逃掉了 好開心 後面這個 從博學而讀字 竊文而進士 就是富南大學的孝訓 是出自於 論語裡面指下講的一句話 哇 所以我們入學考試的時候 你要通過考試才可以註冊喔 然後我考了五六次吧 所以一直看到這一句話出現 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富南還有一個孝訓 叫做自由無用的靈魂 我大概就是那個自由 以及那個無用吧 撩貓Part 2 直接被掠過 溫軒帶我走到復旦 在1905年那個老巷門 我超喜歡的 很像 很像日本 日本那種 那個 應該說 日本學中國式的建築物 然後 流到現在 可是其實現在在台灣 或是在 在上海比較現代的地方 已經不太容易看到 這類型的門了 真是很棒 超讚的 其實 台灣有一些 那個寺廟的廟門 會蓋成這個類型 但是沒有這麼樸素 台灣會蓋太多 那種雕花啊 然後一些龍鳳之類 但是這個門 我真的覺得超讚的 好喜歡喔 天啊 我以後每天都要坐在這個樓梯讀書 超棒的 自出如貓的金圈 欸其實你後面好多隻圍著你喔 喔 各位 我突然間變得火熱了嗎 他感覺很想跟你玩耶 我今天成功錄大劇室我就高手 我啊 他們其實是怕你吧 吃屎我 好我讓你遠一點 我以前從來沒有這種困擾耶 我遠一點啊 來我遠一點啊 好我放棄了 我真的放棄了 我真的沒有解決 如貓死敗 真的是沒有選錯學校念耶 這校門太得我心了 我到這裡目前為止 最喜歡的一個地方耶 超棒的 你的靈魂大概是跟上一百年前的什麼 真的很有氣氛 就這個 我如果每天從這個校門進去上學 我會覺得很幸福 那會壞掉吧 真的超棒的 木頭掉下來 超棒的 我們散步回來的光華樓 這裡是 鹿貓生地 我跟你講鹿貓 等級0的都可以鹿的貓 這裡的貓超乖 他醒的囉 他是志願公 大家看起來快睡著了 是因為我摸他太舒服了 我以為是冬天在這裡準備考試還是什麼的 有一隻貓就跳到我的腿上 然後就不給我看書 心滿意補了 今天復旦就介紹到這一把 就是 我覺得復旦在韓大陸都的校區還真的蠻美的 就古色古香 然後 樹什麼植物綠花啊 什麼的花 都就是很漂亮 喂 你要幹嘛 不 太嫩尿 你不是很爽嗎 怕成這樣是怎樣 然後我有種回家的感覺 我現在有點精神崩開 很想哭 哈哈 好可愛喔 今天復旦就介紹到這裡囉 然後 覺得很喜歡 就覺得學校 涵單校區這裡真的蠻漂亮的 就是 建築物也是 還有特色 然後 什麼 綠花還有那些花草都 維護得很好 就在這邊散步真的會 讓那種學習壓力兼滴很多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去 學校附近一家超好吃的韓國烤肉店 吃很久沒吃的韓國烤肉 摸了貓又吃了烤肉 我們現在來到 咕嚕咕嚕嚕 在復旦附近的一家 韓式烤肉店 他烤盤改了 他之前沒有這麼大 現在這樣很酷喔 就是 底下有兩個火爐 第一次看到裝烤盤耶 然後旁邊烤蔬菜 分開來 裡面烤單 玉米 然後中間就烤肉就好了 以前是旁邊圍一圈這樣 然後 好 謝謝 然後上海的韓式烤肉 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 他所有的小菜都是免費加的 其實韓國本來說的小菜都是免費加的 可是台灣很多韓式烤肉就是假 就是假韓式 他這種小菜都是他另外單點的 所以我覺得 我每次來上海就很吃韓式烤肉 就是因為 他小菜都可以一直加一直加 很棒 這家咕嚕咕嚕嚕 雖然漲價了 但還是蠻便宜的 而且他的小菜的量真的超多 超多 吃小菜就飽了 嗯 每次烤肉聽那個噗滋噗滋的聲音都很爽 牛肉好吃嗎 嗯 怎樣 蠻有嚼勁的 謝謝 每一次我們在拍影片的時候 他都剛好來上菜這樣 嗯 雖然有嚼勁的肉 但不會說一條不斷 肉香還真的蠻香的 加上這個韓式烤肉醬 我超愛吃這種醬的 哇 加下去 然後 配一片生菜 通常是用包的啦 但是我比較粗俗 是假的 很醜 好吃 貴 這附近真的是又便宜又好吃啊 我們兩個人才吃106塊而已 兩個肉一個炒飯 然後主要是吃小菜吃到飽飽的 對小菜是很飽 而且蔬菜其實蠻佔空間的 就佔餵的空間 對餵的空間 一下就飽了 然後 他的炒飯一開始 上來幫我們炒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還好 沒什麼味道 因為他的炒飯 只有一顆蛋 然後一點點那種辣的蔥絲 蒜絲 然後還有泡菜 炒飯 就這樣欸 他要紫菜啊 然後 可是 在那個鐵板上煎一陣子的時候 出現鍋巴 就變超美味 然後我們後來把它 原本就送了蛋液 就是超好的那種 嫩蛋丟進去 超級好吃 變超好吃的 所以大家來的話可以 像我們這種點法 就是點炒飯 然後 讓它煎到有鍋巴出來之後 再加上蛋 棒 大推 超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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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邊的物價真的比 近南那邊好 就是 宜人很多啊 那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現在要 回家 好吧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大家掰掰 掰掰 記得下面按訂閱喔 掰掰